那刚才我们说一下股东会 他的职选 然后下面看一下股东会的会议形式 股东会的会议可以分成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是按照章程规定的时间去召开 比如说咱们每天 按时的在6月份6月30号召开一次 可以吗 可以啊 这是定期会议 那么临时会议的话 指的是随时召开 在有些主体提议时就应该去召开 那这是一个多项选择题的考点 考试会议考 那么哪些主体能够提议召开临时会议呢 有这么三个层面的问题 这三个层面分别是股东层面 然后董事层面以及监事层面 我们先第一步呢 从这三个层面出发去掌握 那第二步就是注意这三个层面里面 一些具体的细节点 好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代表十分之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而是股东层面上 我们要求必须代表十分之一以上才可以 那对应在我们后面会讲的一个股东大会上 他其实也有这么一个规则 临时会议 但在股东大会中他用的是百分之十的表述 其实百分之十十分之一 他们的本质呢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求股东必须持股百分之十分之一以上才可以 那第二个是从董事层面出发 那咱们要求什么要求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 提议时可以来召开咱们的临时股东会会议 那么这个地方啊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董事长 提议时 就应该召开临时会议 这句话说法对不对 或者说 咱们说这个董事长有权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对不对 不对是吧 好 非常棒 那这个话我们要求是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 所以假设问你说以下哪些主体在提议时 能够召开临时会议的 那么我们说个董事长就不应该选上去 但其实未必啊 未必 为什么呢 大家也想想 那么我们还没有学董事会他的这个人数 其实在有限公司里面 董事会的人数是三到十三个人 是不是 那比如说一个公司具体给数字了 我们的董事会就是三个人 那董事长他是不是就是三分之一对吧 他是有权提议召开的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 那么题目考的时候 他是完全指考一个文字表述 说一下哪些主体能够提议召开 还是给一些非常具体数字 说我们公司里面有几个董事 如果说就第一种问法的话 完全问教材原文 那么董事长是不应该选择 但是但凡题目中给的是非常具体的数字的时候 要去计算 但是目前来说这么多年份的考题中 从来没考过一个公司 只有三个董事的 一般都是人数比较多 是五个以上的 没有这么少 好 那么第三个层面是监事层面 注意的是监事层面上要求监事会 他在提议时能够召开 或者不是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 哎呀 这个地方怎么又这么乱呢 是不是 怎么一会儿是监事会 一会儿是监事呢 我们说有限公司 是不是他本身是可以选择设置监事会 或者不是监事会的 如果说他设置了监事会 那么就应该是监事会提议时 应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 那如果他不设监事会呢 我们要求他不设监事会的情况下 应该去设置一到两个监事 那么他设置这一到两个监事 其实就等同于监事会 他们就能够行使监事会的职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要分两种区块 假设公司有监事会 应该是监事会在提议时能够遮开 假设公司他不设监事会呢 应该是公司这一到两个监事 能够来提议召开 那这是什么临时会 他们的召开的一些要求 我们来看个题目 题目是15年的多项选择题 考得非常直白 说以下人员或机构里面 有权要求有限责任公司 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 有哪些选项 大家可以快速选一下 刚才我们说有三个层面是吧 股东层面要求什么 比例十分之一 董事层面要求什么 比例三分之一 监事层面要求什么呢 一个会监事会 对应该是A B D A是股东层面 并且达到十分之一要求 他是应该选上去的 那B是董事层面 而且三分之一 所以他该选上去 那C是什么呢 董事长 咱们说题目里面直接很直白 问说哪些主题能够提议召开 那么董事长就不可以 他就一个人 然后D是监事会 没啥问题 所以选的是B B和D 好 来往下我们继续看这个股东会的会议召开问题 那么第三个点是股东会会议的召开 在说什么呢 在说这个会议的召开程序 选这些程序要求 首先呢 我们股东会的会议 那么比如说这个公司刚刚成立 是不是会有第一次开会 大家见见面 来熟悉一下 对吧 这第一次会议 我们叫首次会议 那么首次开完之后呢 大家见过了 都认识了 以后还会有各种的其他的会议 比如说我们往后年度的一些定期会议 临时会议是很多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首次会议 它的这个召集主体 是我们出资最多的股东 由出资最多的股东来召集和主持首次会议 那毕竟第一次开会嘛 那肯定是找一个这个出现最多的是吧 这第一次会议 往后的会议 我们在召集的时候 就要遵循严格的程序 严格的步骤 这个步骤呢 概括起来 第一个步骤 应该是董事会这个层面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 在董事会的执行中 有一项是干什么的 去召集股东会的会议 所以第一个层面 应该是找董事这个层面 找董事这个层面 那么如果说你找董事层面上 行不通怎么办 为什么会行不通 还董事会 他也未必会去好好干活 他可能不干活 不着急 那你找董事会 找不着的时候 去找谁呢 第二步 找咱们这个监督机构 监事会 当监事会 他也不干活的时候 咱们怎么办呢 哎 要想明白 现在在看的是 在开的是股东股东会 是不是 所以第三步呢 别人不行 咱们靠自己自力更生 就应该是股东去 亲自提议招 亲自去召开了 那这是我们的三个层面 具体看一下 第一个层面上的话 第一应该是董事会 他去召集股东会会议 那么在具体主持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主持 有这么三条规则 那这三条规则 也不用背他 我们来想 在开会的时候 就想你们公司开会 应该谁来主持 谁先说话 是不是 当然是领导先说话 对吧 领导先发言嘛 所以一般是由董事长来主持 那董事长就是董事会的这个头头 董事会的领导 那这个董事长不行的时候 比如说呢 他出差了 来不了 或生病了 不能主持 或他就不干 那咱们换一个领导呢 副董事长 副的也行 如果说这个副的 他也不干或不能干的时候 怎么办 这么多董事 咱们都是一样一样的 不是头头 咱们都平等的 那就选呗 半数以上董事来推举一名董事去主持 这是主持的规则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处啊 那后面你会反复看到 在股份公司下面 包括像董事会 他的主持的这个顺序上 也是一样的 好 那如果说公司他不设董事会的话 会议应该由执行董事来召集主持 这又怎么理解 还是回到刚刚那个起点了 起点上我们说有限公司 他是可以不设董事会 那他不设董事会 他怎么办 他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 而这个执行董事 他的地位 他的职群 其实就等同于董事会 董事会能干什么 那么执行董事 他就能干什么 所以这地方会衍生出了这么一种考法 大家做题是要看清楚 假设我们题目这么来出 说有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说他这个没有设董事会 那设了一个执行董事 问说以下这些事项中 哪一项是我们执行董事能够干的事项 你可能突然懵了说 我们也没学过执行董事 他能干什么呀 其实他这样问的就是 董事会的职权有哪些 所以还是刚才那个考点 那反过来的话 假设他问说 以下这监事 这公司不设监事会 只设了一个监事 这个监事能不能够去怎么怎么怎么着 也是一样的 好 那往下 我们看监事会这个层面 当董事 董事会不能够着急的时候 就应该轮到我们的监事会 或者说不设监事会的这些公司的监事 他们去召集注释 还是分成设置监事会的公司和不设监事会的公司 都是一样的 那当监事也不行的时候 我们由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自行召集注释 在股东层面上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求比例啊 不能说是任何一个股东 你都去召集主持股东会的会议 要求必须持股达到十分之一才可以 那他其实跟刚才所讲到的 临时会的召集主体是一样的 也是要求十分之一嘛 那这是我们的之后的会 他的一些召集程序问题 全是程序啊 好 那么第四个还是程序 但他是考试的考点 考试会考 考的时候 一般是考选择题 要求你要么是直接选择说 我们这个时间是哪一天 ABCD中给你混几个时间 比如说出一些30天 20天 15天 要么是一个选项中判断证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会议的通知时间 有什么样的规定 召开股东会的会议 咱们需要提前通知 就跟大家平常公司开会一样 我们的话是老开会 那么你明天开会 不能说明天临时通知呀 这一般不太合适 所以我们会提前通知的 那么我们要求在有限公司这 提前15天通知全体股东 让他们去安排一下日程 那么想想他们在会上 要去说什么 讨论哪些事情吧 对吧 那这是我们的通知的时间规则 后面我们会看到股份公司 我们来提前拿过来对比一下 一会呢 咱们再对比一下 就容易记住了 在股份公司中我们的会议 它也是要分成这个定期 和临时会议来说 一个是按时召开 每年要召开一次 一个是随时召开 就是在某些主体第一次召开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会议 你都要提前通知是吧 那么在股份公司下定期会议 它要求提前20天通知 因为股份公司的话 这个人太多了 股东太多了 时间长一些 那临时会议呢 召开比较着急 所以咱们是15天时间 这是时间的问题啊 咱们当然时间呢 现在你可能说 今天我记住了 然后明天后天大后天就忘了 这很正常 所以我们不用强求自己 因为经济法这一科 你要在明年的考试前 一到两月的时候 去加紧去背的 而背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背这个时间 再一个是 时间咱们考试考吗 也考 但其实每年的考试的时间 是很少的 可能说今年一年考试的时候 哎 我这么多 一整套卷子里面 考了一个到两个时间 也可能呢 今天 今年我们的一套时间里面 是一个时间都没有考核到 所以它 性价比不太高啊 咱们就零考前去 充击就行了 好 后退一下时间 要截图吗 不用截图啊 因为后面还会有的 好 大家总结 我觉得能力非常强呀 草蛮味小可爱 定二十零十十五 逐次说 关键的需要背诵的法条 有没有单独整理好给大家的 有啊 你说的是必备法条 是吧 有啊 每年都会有的 不过那个法条 一般我们都会到第二年的时候 然后是在差不多五六月份的时候 会去给大家发下去的 好 来往下 那么第五点是 有关于我们股东会会的决议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会我们要开 对不对 那开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表决事项 这个事情是 应该怎么去投票 怎么去期票 怎么算通过 那这是重中之重 非常关键 首先在有限公司这 我们股东会在表决时 你要先确定一个表决的期数 我们善照人头去表决 去投票 还是按照咱们的这个钱去投票 那这是第一个要定好的地方 股东会会议 我们一般是按照出资比例去表决 也就是作为股东呢 我们都是出钱的人 掏钱的人 那一定是我掏钱比较多的时候 我的这个话语权比较大 比如说我掏钱掏了一百万 那你掏了五十万 你说你说话 跟我说话 这个底细能一样吗 不一样 所以我们原则是按照出资比例去行使 表决选 但是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的除外 换句话说呢 我们第一步应该看什么 应该是先看 公司章程 他有没有另外的一个特殊规定 比如说我们章程的 他可能会这么来说 说大家 公司这 比如说三个股东的话 ABC这三个股东 他好写一些 这个 这三个股东呢 我们是按照这个均等形式表决群 那么说明 这个情况下 ABC你们出的钱多少都不重要 大家在表决时 就是一比一比一的比例 就是看人头 对吧 所以在往下 在做题的时候 让你去判断 一项决议 他是不是通过了 那就在数人头 而我们题目所给一些比例 比如说呢 你出资30% 40% 就不太不重要了 他完全是一个迷惑项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表决一个什么呢 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 而且我先告诉你 对外投资的话 一般情况下 他都是这个 半数 半数通过 就可以 半数以上表决权 那么假设我们章程说 一比一比一 均等形式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三个人呢 什么情况下 能够达到半数 是不是得 两个人同意 对吧 这个事呢 才能够定下来 那第二种 如果说章程 他没有规定的时候 咱们就看出资比例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看题目里面 所给的那些 像30% 40%等等的 我们假设 这个 ABC 还这几个人 他们 一个是出资 30% 一个是 10% 一个呢 是60% 还是表决一个 对外投资的 这么一个事情 那假设 还是要求 过半数 表决权 通过 才能让这个事情 通过的话 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如果说 我问大家 假设 这三个人里面 A和B 两个人 都举手 同意了 我们的这个事情 他能不能够通过 第二种情况下 假设 A和B 这两个人 他们都举手 同意这个事情 那我们的事情 能不能通过 139啊 可以约定 不按照出资比例 分配吗 可以啊 可以 对 因为A加B 他等于什么 等于40% 他就没有过半数 所以他不能够通过 因此在第二个情况下 两个人同意 那么就未必能够让我们的决议通过 那他就是我们的这两个不同的一个方向 你要去分清楚 假设我们C 他举手同意的话 他一个人就能够达到60% 所以决议就能够通过 你和A和B呢 你不同意 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好 这是我们有限公司 他对一些表决事情的一些起诉问题 那第二点的话 是我们在决议的时候 到底投票达到什么标准时 才能够让这个事情通过呢 刚刚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是对外投资啊 它是一个普通的事情 它是一般看过半数表决权 但是我们的事情非常多 那这些事怎么去 进行总 进行汇总呢 一般的话 我们会把普通汇的决议事项 分成两种 第一个是普通决议 第二个是特殊决议 说白了 就是小事和大事 小事和大事 这两种 那么小事呢 我们要求 这个表决权比例就比较低了 一般情况下 你看章程怎么定的 没定的话 其实我们一般都是看过半数 就是简单的多数据 过半数 平常大家开会时表决 一般也这样 对吧 但是对于大事呢 这个特殊决议事项 就不能够简单多数了 而要求什么呢 要求三分之二的这么一个比例 才能够通过 那这个地方的话 咱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三分之二 它指的是什么三分之二 看清楚 经过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 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那么第一个是 这个代表 它是什么含义 它的意思是说 公司整体的 这个体量的三分之二 就所有股东 它们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所以它是按照全体表决权来说 那第二个是 这个三分之二嘛 不是过半数 那第三个是 以上它指的是大于等于三分之二 是我们提示中的这句话 是大于等于 第四个是 它是看表决权的 它不是看这个人头的 那这是我们在表决时的一个规则 为什么我要强调 代表这两个字呢 因为后面我们会学习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 它也会把事分成小事和大事 那么大事呢 也是要求三分之二 但它计算的一个基数 不是全体 而是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因为像股份公司 它的这个股东人数特别的多 可能有些股东 我永远不会来投票的 那么如果说很多人都不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说这个事情 你还要求全体三分之二 就很难让事情通过 所以在股份公司下 我们在股东会 股东大会表决时 它看的是出席的人 你们总共所持的是多少 然后那里面同意的是多少 这么去算的 这是他们两个很大的差别 要做好对比 好 那到底什么是大事情呢 这的话呢 包括了这么四个大事情 第一个改宪法 就是改章程 改宪法事情大吗 当然很大的对吧 第二个动公司的资本 比如说我们把资本 那个它增加 然后或者说减少 都是大事情 这是我们公司的资本啊 那么第三个是生与死 比如公司要合并 那么A和B 两公司咱们变成一个公司 可能变成C 那么AB就不在了 事情大吗 很大 分离 一个A公司 给它分出去一个 咱们一分为二 也是大事情吗 还有向公司解散 那就干不下去了 咱们又散伙了吧 走人了 这是第三类生与死 第四个是男变女 就公司变形式 变形式是说 有限公司 它可以变一个形式 变成股份公司 那么为什么 有限公司要变股份公司呢 后面我们学习证券法 证券法会学习 证券法会学习 一个上市公司 它必须是股份公司 所以有些有限公司 我想上市怎么办 第一步 你要变形式 你要先变更成 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 然后才能够去上市 所以会涉及要变形式 这也是个大事情 那这几个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 处于考试角度出发 那么考试 它会这么直观的去问你说 以下哪些事 要经过有限公司 股东会代表 三分仗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要求你从选项中挑出来 然后这个情况下 为了比较好选 容易选出来的话 咱们把这几个事 就概括成 增减资 就增加 显手注册资本 直接拿我们的原话中 这个关键词去 记 可能会跟大家直观一些 增减资 和合分散 那就是合并 分离 结散 还有改章程 以及 变形式 变更公司形式 要不然 可能我们记了一个 什么动资本 考试里面选项中 出一个增加或减少资本 你突然就懵了 说什么叫动资本的 对吧 好 那这是我们有关于 股东会的决议事项 咱们需要去掌握住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考点 再强调一遍 对改章程 增减资 合分散 以及变形式 好 我们来看个题目 这个两个题目 做一个对比吧 这个题目的话 这个题目的话 也是考核到我们这个 股东会会的召开 这一个题目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那题目呢 说什么 说张 王 李 赵 这几个人 出资设立 假有限责任公司 说出资比例分别是 5% 15 36 和44 那这个题目的前提 在后面咱们还会看了 这么两次 说公司张成对股东会召开 即表决的事项 没有特别规定 以下关于假公司股东会召开和表决表述里面符合规定的是哪一个选项 又选的这么快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这个选项吧 那么A选项中 你先看他在干什么 他是不是说 什么什么什么即可通过修改公司张成的决议 来 改张成刚刚见过 他是不是大事情对吧 那大事情要求什么呢 要求大于等于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是吧 从张成这推出要大于等于三分之二 然后呢 选项中说张王李行使表决权赞成 那你要去看我们的题目里面 张王李他们所持表决权合计是多少 这三个嘛 合起来是多少来争 5加1536 56%对吧 那56%他很显然小于三分之二 对小于一 所以呢 A想就是错的 那B想说张某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 我们看到一个股东会的临时会议 那你要想到我们在股东层面上 是不是有一项要求 要求什么 十分之一对吧 所以你要看我们的比例 他是不是达到十分之一了 B想说张某那他是谁呀 是5%的一个股东 而5%显然没有到十分之一 对 所以选项B也错误 那么C想咱们还是看后半句说 什么什么什么即可通过解散公司的决议 那合分散的散就是解散 而解散还是要求大于等于三分之二 对吧 然后呢 我们题目里面说 王某和李某赞成 要去找选项中王和李他们合计是多少 一个王是15% 一个李呢是36% 他们这个合计是51%对吧 所以也小于三分之二 那所以我们选项这个C也是错误的 十分之一是人数还是出资比例 是出资比例 我们要求这个股东他能够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时候 他的持股比例得达到10分之一好吧 所以选项C也错误 那最后就是D选项说首次会议由赵母来召集主持 我们说首次应该谁去召集大家去开会呢 应该是出钱最多的对吧 那我们这四里面赵母他是44% 所以他是出资最多的因此选项地正确 对 好 呃 喵喵说股东会无论是临时会还是定期会都是提前15天吗 是的 就在股份公司下面我们才会分那么细的 来 我说呢 刚刚为什么开上课的时候 有同学说我这个在家上课的时候穿的睡衣 果然啊 这有点显像有点今天太乱了 好 来往下 那么第六个是有关于股东会会议的记录 我们后面还会反复看到的 跟大家在公司开会一样 我们要开会是不是 叼弄一个什么会议纪要对吧 所以股东会开会要形成会议记录 并且出席的人应该在上面去签名啊 注意的是考试在这地方 他如果说考的话 一般是选项判断政务 他一般会怎么来挖坑呢 他一定会说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决定 形成这个会议记录 然后全体会议全体股东在会议上 记录上签名对不对 注意哈 不是全体签名哈 是这个出席的签名 你让人家没来的人我怎么签名 你还灭气过去吗 是吧 那这是曾经在其他的考试中啊 咱们有过的一个考法 那筑块中虽然没这么考过 但万一他考一定是这么来考的 好 来吧继续 那么刚才我们把股东会说完了 下面开始来说董事会和这个执行董事的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董事会他要不要设置在有限公司下 我们是可以去选择的对吧 你可以设置董事会或者说不设 然后只设置一个执行董事都可以 董事会是公司的执行机构 那他对股东会股东会负责 来执行我们这个股东会的一个意思 这是他的整个的性质 然后有限公司可能说人数比较少 或是规模比较小 那么他可以设置业名执行董事 而不设置董事会 同时执行董事可以来兼任公司的经理 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的董事 他会下设一个高管对吧 而高管中我们会展开学习的就是经理 他是最关键的 那么经理的话 他是董事会的一个执行者 那董事会是不是我们有可能 我不太放心高管对吧 可以有可能不太放心高管 我想亲自执行可以吗 可以 所以这个层面上的这两个主体 董事经理他们是可以来兼任的 而且其实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 咱们都不会去外面请经理 因为怕你外面请一个经理来 他也不好好干活嘛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但是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学习一个点 叫董事和高管 他不得坚韧坚实 董事高管 不得坚韧坚实 这是特别容易出错一个点 两句表述天下非常像 但他们是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那么坚实是在我们图的哪一边 右边是吧 反正我这边是右边 左边是董事高管 他们都是执行者 右边是坚实 他是监督者 那他监督谁 监督的是董事和高管 那你说这个董事和高管 假设同时担任坚实的话 那这个监督的意思 是不是就监督的意义就没有了 对吧 所以是横向上呢 是走不通的 不能够坚韧 但是数项上的话 董事高管是可以来去坚韧的 这是要分开的 对要分开的 好 来往下 那么第二点 看董事会 他的组成 呀 这个表格特别长啊 又学习组成的人数 又学习任期 又学习职工董事 又学习董事长和副董事长 咱们来把握重点 好 首先 有限责任公司 假如设置董事会的话 人数是3到13个 最低得是3个 因为 三个人咱们才能够叫会是吧 不能说是两个人 那上线是13个人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一会儿学习 他的人数会更多一些 是5到19个 一个是313 一个是519 是他们在人数上的不同 那么董事呢 他的任期 由章程规定 每届不得超过三年 因为董事 假设他这个每届任期太长的话 那这个董事时间长了 他可能哈 就对公司怎么说呢 有可 大家应该电视上看到过哈 这个董事他会把股东权搞走 因为时间长之后 他能够去掌握公司这些信息 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全面 非常到位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对董事任期 有一个上线限制 每届不超三年 但是任期见满之后 可以来连任 如果说咱们感觉这个董事 非常的客气直手 董事我们的这个股东 非常喜欢他 那可以去让他继续往下干 三年又三年都可以 那么如果说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任期届满 没有及时改选 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 导致人数不够的话 那么什么叫人数不够呢 我们要求有限公司最低是三个人 你董事呢辞职了 或是说这个任期到了 没有改选 我这个一个人 三个人变成两个人了 他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们原来的董事 能够马上走掉吗 不能够 所以我们正说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之前 原董事仍然应该 按照相关规定 来履行董事职务 说白了 我们作为一个董事啊 你不能够说是说走就走 就跟大家会计都是一样的 你看一个公司 他要找个会计 新会计来之前 你老会计是不是不能马上走掉 对吧 然后交接嘛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 那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 原董事应该继续认识 然后 作为我们的董事呢 刚说他是由谁产生的 由股东会来选出来的 那我们来想 股东会 我能够让你一董事 上台上来 我是不是就能让你下去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第四条规则说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它是董事会的产生机构 有权在董事任期届满前 解除职务 并且 不要求有任何的法定理由 说白了 那你这个董事 你是我们股东会选上来的 我让你走人 可以吗 可以 只要开会决议就行了 至于理由的话呢 可以完全没有 这是我们的 董事的无因解除 无因解除 如果说这个被解除的董事 向法院起诉 说主张解除不生效 支持吗 肯定不支持 因为法律是允许 无因解除的 再一个是 董事虽然说 不能够主张解除无效 但是我董事 我能要一些补偿吗 可以啊 我毕竟不会白干活的 所以假设 因为补偿 跟公司发生纠纷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找法院 法院会去酌情确定 要不要补偿 以及这个补偿的合理数额 但是不能够找法院 要求主张解除不生效 那这是我们的第四条规则 好 这是董事会的一个任期问题啊 那么下面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个 职工代表的问题 在职工代表这呢 我们会反复的看到 而且前后你会发现 一会儿说一个可以 一会儿说一个应当 我们一会儿会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可以 什么时候是可以 什么时候是应当 首先董事会中 我们可能说啊 有一种是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 一种呢是非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 那么我们在这儿 先得有一个认识 无论是董事会 还是现实会 那么无论是上市公司 还是非上市公司 只要是职工代表 他必须由 职工代表大会等等的 来民主选举产生 而不能够是 股东会直接去选定的 这是一个关键点 那么再一个是相非职工代表的话 那他就是有股东会 股东大会选举了 这是他的组成问题 然后我们下面看一下 到底什么情况下是 得有必须有 那什么情况下是 可以有 首先两个以上 这是有限公司啊 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 或者其他两个以上国有投资主体 投资设立的有限资本公司 有一场段话 你不用这么记 大家只要知道 有些企业 他是不是国家 有一些持股的成分在里面 是不是 大家一般会简称什么国企 但其实他叫法非常多 总之我们可以把这些 有国家成分的这些企业 给他简称国家队的企业 国家队里的企业 这些企业我们要求 必须要体现民主 对吧 毕竟我们老说是国有资产 怎么怎么着 要受监督 所以这样的企业中 我们就必须存在职工代表 所以他用的是应当有的这个表述 而不是可以有的表述 对吧 好 那剩下的话呢 其他的有限资本公司 你不是什么国家队的企业 那就是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看你的这么一个兴趣了 你如果说感觉你们公司呀 非常想体现民主的话 咱们弄一个也可以 如果感觉形同虚实 咱们没必要的话呢 那就可以说 我设置职工代表了 这是董事会啊 这是董事会 他对于职工代表的 有无的问题 好 那第三条是我们刚说的 职工代表的话 他必须是民主选举产生 而其他的董事 是股东会来选举的 那么最后是在董事会中 咱们会有一些头头 比如说一个董事长 还有一个副董事长 董事会我们会设置一个董事长 也可以来设置副董事长 一般他们怎么去产生啊 是由公司章程去规定的 那这呢 有一个细节点 我们要跟股份公司做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情况掌握 考试没有考过 那么我们在股份公司中的话 这两个头头 它是董事会选举的 诶 董事会选举 这是不是我们几个董事 对不对 这一些董事 咱们组成一个董事会 然后组成一个董事会之后 咱们不得选一个头出来吗 那么在股份公司下 我们一般都是由这个董事 他们去投票选一个头头出来 一般是过半数来选举产生 但是这的话呢 是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咱们没有那么多强制规定 所以他说是看章程规定啊 章程怎么说怎么来 就未必是选举产生了 但一般都是选举产生的 好 那这是我们有关于董事会 它的一些这个组成的问题 那下面的话是董事会职权 刚刚对比过了 对比过了是吧 然后我们再回过一下 老季三个决定 这是关键点 第一个呢 你要注意 董事会 它能够决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第二个 它能够决定谁 能够决定经理 以及经理的报酬 那么第三个 它能够决定的是什么 经济投放 然后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注意这三个决定的话 就比较好选了 我们来看题目 看大家有没有忘掉哈 刚刚对比过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 题目是15年的单项选择题 然后题目说 以下各项中属于董事会职权的是哪一个选项 静待花开 李某子 老师爱吹牛 我是不怎么吹牛的 雨昕 然后海霞 都选了C 好 还有阿哈 好 没啥问题 那么我们刚说 你要牢牢记住 董事会 它能决定的事 就三件一个是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一个是经理 一个是经济投放 对吧 那这题里面 BCD有三个决定 那B想说决定董事 他可以吗 他不可以 刚说是谁决定 是股东会来决定董事的报酬 那C想是决定内部 他没啥问题 C想选上去 第一个是发债券 发债券改章成都是咱们这个股东会的 职权 不是董事会 所以选择的是选项C 好 那对于我们董事会的这个相关的职权 咱们就先到这 下面的话 又是一些流水的东西 都是一些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主持的问题 那像第一个是董事会 他会议的召开 包括像谁去啊 找人来 那谁去主持 其实跟前面是一样的 所以不用去单独记他 一个是他本来就考的不多 一个就是他是前后重复的 比如说咱们说 这个董事会你要开会的时候 谁去主持呢 是不是咱们这个头头 董事长 然后董事长不行的时候 找负的 负的还不行 我们来选一个去主持就行了 这是同刚才的股东会的会议 然后第五个的话 还是大家前面所看到的 说董事会会议的 他这个记录和决议的问题 董事会的意识方式和表决程序 除了公司法有规定外 有公司章程规定 这句话其实是个废话 他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现在所学的两类公司 一个是有限公司 对吧 一个是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里面很多事 是法律规定的 你就很少会看到说 由公司章程规定 但在有限公司下呢 很多是章程可以去做一些规定的 所以其实这句话的话 咱们考试中 被他是几乎考不到的 那第二个是需要关注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 实行一人一票 也就是说他不看出资比例啊 这个点其实前面 我之前发现 大家就容易混着 就经常问说 老师这个公司法中 股东会表决 董事会表决 还有像这个监事会表决 那么什么时候是看出资比例 而什么时候是看人头呢 包括像后面学习合伙企业的时候 大家记住啊 首先在我们公司里面 有这三个会 对吧 股东会 然后呢 董事会 监事会 是不是出资的就是股东呀 是股东出钱的 那董事和监事 他们是股东吗 一般我们默认 他们并不是股东 对吧 所以既然董事 监事 他们就没有出资的说法 那他们怎么会看出资比例呢 他们一定是看人头的 数人头的 数人数的 而股东 他是出钱的人 所以股东会的决议 咱们是看出资比例 这个我们需要去分开 所以这是说 董事会决议 实行一人一票 就是数这个人头的 不看什么出资比例 因为他没有什么出资比例的说法 好 那第三条是 你董事会开会 也得有记录 也得去签名 签名的也是 出席的来签名 谁来谁签名 跟签名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这是我们的董事会 他的一些规则 第三个是 高级管理人员 我们俗称是高管 高管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 高管他的范围 高管包括了谁 包括经理 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 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 那首先 这儿的经理 副经理 他指的是公司 整体的这个总经理 一般我们是简称什么 什么总经理 是不是啊 比如说什么杨总 王总 这个闪闪冲 闪总啊 什么 指大家上海这个 呃 直总啊 那么的 但是你那个部门经理的话呢 他其实不是高管啊 像我们 说这个销售部的经理 像财务部的这个经理 他们不是高管 这是公司 整体层面的总经理 明白这个点啊 那么再一个是 这有一个主题叫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有同学之前问过我说 老师这个秘书还是高管的呀 注意啊 我们秘书这不是说董事长找那个秘书 那有的时候公司那些领导找一个秘书来给他做一些杂事 比如说每天冲一杯咖啡呀 整一下资料呀 这也就肯定不是高管 他是个人的秘书 但这我们说的是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他是妥妥的高管 董事会秘书他要处理很多事情啊 比如说去跟这个什么证交所交易所打交道啊 去跟证监会沟通啊 还有他要去进行上市公司一些信息披露等等的 非常专业的事情 而且董事会秘书他要去非常哈 这个懂公司法证券法 各种法律专业知识 这可不是董事长秘书 好那这是高管的范畴 考试的时候会考多项选择题 问一下哪些属于高级管理人员 要明白这个点 好 我们来看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说以下人员中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有哪些选项 多项选择题 对懂命要考证 三四 财务经理等于财务负责人吗 不等于 这的财务负责人 他一般指的是公司那个财务总监 CD 哎对 那么首先呢 我们C型是经理 D型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 他们两个是属于高管的范畴 那A和B的话 大家其实时间长你会忘掉啊 感觉说董事监事好像挺牛的 但是我们先明确 像董事呢 他是这一家子 他们是一个家对吧 然后监事 这另一家的人 高管呢 哎这又是另一家的人 他们就不是一家子 所以在问高管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说是董事家的人 哎监事家的人也算高管 那这是我们考试中可能会 这个题模拟多项选择题 其实以前考试考到过一次的正式的多项选择题 题目的考法一样 就是这个选项不太一样 对于什么CFO啊 就是那个财务总监 好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经理他的一些设置 包括像一些直选的问题 经理呢 这地方考试的考点不多啊 一般比较固定在刚刚所讲那个经理他的范畴 那么下面看一下经理他的设置与否 有限公司可以设置经理 又用的是可以的表述 哎咱们没说必设啊 但是股份公司这就是必须要有的了 经理由谁去决定聘任或解聘啊 是我们的董事会 经理的话 他他行事一下直选 而这个直选考试没考过 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展开分析一下 那没准考了呢 这地方的话咱们同样不是去背他 而是要跟前面所讲到的做一个对比 我们来看一些关键词 就首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条 第二条中 有一个主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有组织实施 还有组织实施 像组织实施和主持这个生产 是不是非常具体的对吧 所以呢我们这的话 经理啊他在董事会下面 那么他执行董事会的一些任务 那他就会做一些更加具体的事情 咱们看表述就行了 主持组织实施 他只会在经理这儿出现 别地方不会出现的 那下面的话 像我们的第1条第4条 他们的关键词在什么地方 这个拟定方案 然后拟定基本的管理制度 在前面我们学习 董事会和股东会的时候 有见过什么拟定吗 是不是没有 你看拟定两个字啊 就听起来 非常的这个不确定啊 非常没有底气 我先把这个方案来写写 您再看一 您董事会再看一看 这个方案行不行 不行的话我再改 所以这的话 他只用一个拟定 不能够用什么制定 以及决定 那这是 三四他们的不同支出 我们对比一下 像第三条中说 内部管理机构的方案 我们是不是说 那他应该是由 董事会去决定 然后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那他的话 是属于什么呢 是董事会去制定 然后往下是第五条 说制定公司具体规章 这个具体规章 它相比我们的章程来说 是不是就小了很多呀 就大家公司墙上挂的一个牌子啊 上面写着说什么 三不要不要迟到 不要早退 不要矿工 三要你要请加办啊 这这种的 那这是非常具体的 它是由经理去执行的 那第六条是提请聘任 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 以及财务负责人 注意的是 这的表述什么 是决定吗 不是 因为经理啊 他跟副经理和财务负责人 其实同属于高管 对吧 他们都是高管 那都是高管 凭什么你来决定我的任免呢 所以只能够由经理去提醒 而最后的任免 还是由董事会来决定 这是他跟董事会的对比 咱们在做题的时候啊 即使你一般都 想背也背不下去 就要通过这些方式去 给他捋一下 一般能够选出来的 好 那最后一个是 说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除应该由董事会决定 聘人或解聘以外的一个负责人员 说白了 高管你不能够决定是吧 但是作为一个经理 那那些比较低层的管理者 我能够任命 能够决定吗 肯定可以 公司总经理可以来决定啊 这个部门经理 或底下一些这个小组长等等的 他们是能不能够去任免 或是这个解任 对吧 那这是我们的第七个人士的问题 从股东会到董事会到高管 是慢慢慢慢层级越来越低 那他们能够认免的这个人员的话 也是越来越低的 好 那第八个是其他的职选 第二条经理他能够干的事 是列席董事会会议 那其实说白了 董事会要开会了 你经理要不要来呢 你肯定得来呀 你要来坐着 给大家听 对不对 可能还要记一下 记一下咱们董事会呢 下个阶段有什么哈 这个大的目标要实现 你经理应该怎么去达成我们的一个目标 好 董事会都属于参加 董事会的话 就是董事参加 董事参加 然后监事要列席 然后像经理要列席 经理呢 他列席的原因是 经理他本来就属于董事会的下面的一个机构 所以他要去听听 咱们董事会有哪些指示 对吧 而监事去列席的原因是 监事他本来就是一个监督机构 所以他要去列席会议 去看看你们这些人 在悄悄的密谋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弄一些这个投机倒把的事情 这些要列席 董密是上市公司才有的 他是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那么他是高管 所以的话呢 他一般也是由我们的这个董事会 去这个进行选任的进行决定的 而且刚我们的高管中 董密这加了一个前缀 是上市公司的 一般的公司是没有董密的 只有上市公司才会有的 好吧 好 那个那个 8597说 经 董事或是经理去 董密由谁决定 是董事还是董事会还是经理 对吧 那你先想一下经理 他可能去决定董密吗 不可能啊 因为他们是同级别的 对吧 非上市公司设个董密 也是高管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 为什么说不一定呢 因为首先 一般你非上市公司设董密 他就没有什么意义 你非设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后面的一个兜底条款 说其他由公司章程规定的人员 你可以在章程中说 把我们这个高管还包括了我们设的这个行通虚设的这个董密哈 那考试的话不会这么来考的 好了 我们休一会吧 目前是九点 咱们到九点十分再回来 往下看 呀这么多问题 我一会儿回来再说 一会儿呢 回来我们再给大家解答 小苏果签一下 我们休为十分钟